郭友宜是1996年以來 郭英朗推出的總統候選人員 裡面最好的人選 郭友宜很選好在哪裡 因為他是XXX 郭友宜比郭台銘佔有太多的優勢 郭台銘的優勢就是 他是一個成功企業家賺很多錢 美國這些人來選最有錢的人是誰 特朗普 特朗普當了總統以後 美國會有比較有錢嗎 沒有 他好笑 他有錢是他也是啊 他自私自利 他講話不酸話 他沒有成為一個領袖的樣子 民進黨所有過去所強調的優勢 南部中下階層癱瘓 他通通有 其實我看到最近的紛擾 有非常多的感慨 我們先講國民黨總算推出了郭友宜 那我在非常多的爭論節目 很早就講了 我不是講說 郭友宜一定出現或怎麼樣而已啊 我說郭友宜是 1996年以來 國民黨推出的總統候選人 裡面最好的人選 條件最好 因為我們知道在台灣的選舉 他其實就是 最主要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兩個黨看誰贏嘛 從來沒有其他黨執政過嘛 那這兩個最大的黨他們各有他的實力 那民進黨 民進黨簡單講他是個台獨黨 可是他又不敢幹台獨這種事業 所以他就一直在走這種擦邊球 那民進黨的選舉方式很簡單 台灣人要投台灣人 簡單講他就是這種招數 台灣人口占 整個金馬台瓮裡面 百分之76 那其他就外省人客家人還有原住民 所以他是用這種省級的優勢 他每一次選舉都是靠這個 那當然因為台灣的情勢有時候很詭異啊 國民黨過去的選舉 因為國民黨前面還要加個中國嘛 所以他們很容易被民進黨拿來做 哎呀就是親中就把你抹紅 如果國民黨當選了 我們就跟大陸投降 有嗎 國民黨有跟大陸投降過嗎 沒有啊 從來沒有過 那民進黨呢 民進黨在台灣他是一個非常惡劣 就是說他們那個貪污已經到了匪夷所思了 可是台灣人民都很原諒民進黨 就好像你家裡 你有一個親生兒子 還有一個抱來的養的兒子 養子 每天辛勤去工作 家裡需要很多勞力 耕田 對不對 煮豬菜 就是要餵豬啊 放牛 對不對 做一些粗活 全部是這個養子 那這個親生兒子吃喝嫖毒 敗壞家產 把家裡的老皇子雞雞都拿去賣 老爸老媽還是對他寵愛有加 祖母 阿公還是對他疼惜有加 因為這是親生 這是血賣啊 我們現在在台灣其實看到就是這種現象 那為什麼你說火友宜是最好的人險 火友宜 人險好在哪裡 因為他是藍部人啊 各位朋友 藍部人有多少優勢 你想一想看 因為他是嘉義人 嘉義縣市的朋友一定會比較希望說 我們嘉義要出台灣領導人 要出總統啊 是不是 所以這裡 火友宜都可能選贏啊 因為民進黨國際執政一直拉攏火友宜 他們甚至要求火友宜去選嘉義縣長 你知道嗎 那他們認為火友宜是在台灣是一個很特殊的人 所以他們過去拉他 有一次還要他去選台中市長 你知道嗎 那時候要跟胡志強對決啊 就是說因為他有本土的力量 其實是這樣 那國民黨真是支持火友宜 他講說 他不像國民黨過去那些人很鮮明啊 什麼很鮮明 中華民國很鮮明 兩岸很鮮明或什麼 因為他過去都在地方當首長 他當三十幾年的警察 那當中 大家也可以看到了 對不對 他要當新北市的副市長 現在當新北市長 就這些過程啊 你加起來 他就是從警校畢業到現在 當公務員四十幾年 就是比較中規中極的啦 那他如果有什麼不好的什麼東西 現在台灣是民進黨在執政 早就抓出來了啦 過去 陳水扁也當過台灣領導人 蔡英文也當了區議員領導人 這十五年來 侯友宜如果有什麼 早就被抓出來了 那因為侯友宜沒有嘛 大家說警察很多日子 操守部啊或什麼 你就沒有抓到侯友宜任何東西嘛 對不對 因為所有的情治機關都掌握在民進黨手上 所以他這個人 南部的小孩 他爸爸 他爸爸在馬祖廟旁邊一個 一個小市場當攤販 你看 這種出身背景是民進黨過去最喜歡強調的 台灣哇 阿扁哇 陳水扁啊家裡是山積貧霧 好多人很同情喔 山積貧霧竟然可以連到台灣大學 還可以考上律師 哇 這種票在台灣那是嚴嚴不斷 陳水扁是這樣當選的 所以民進黨是靠這個 家裡很弱勢 然後又是中南部小孩 你知道在台灣 因為我們的工商業在北部比較發達 很多南部的小孩要到北部去找工作 所以他們去北部讀書找工作以後 南部就只剩父母年紀慢慢大了 孩子在台北在新北 那這個叫北漂青年很多的話 家裡的父母希望 都希望小孩留在身邊上班嘛 可是你在南部沒有班可上啊 所以他們會認為說你 整個政府就是比較親南部比較重視北部 害我們的小孩要進 所以南部的人有被破壞的情節啊 他們破壞情節非常嚴重 那我說整個政府那個 那其實你只要問他一記 陳水扁執政八年 蔡英文也執政八年 有改變嗎 你們民進黨自己執政 南部也沒有改變啊 哪有什麼改變 流動的更厲害 不是嗎 所以這個黨 因為他們除了騙錢之外 騙人民感情 然後他們其實也做不了事情 因為他沒什麼人才啊 他那些 每天想要撈錢的人才是特別多 所以你以後這一點來看的話 會發現在台灣社會喔 其實這一次火友一出來 對國民黨來講 很多人節奏 他才是比較可以打贏想戰 比郭台銘有優勢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在講這個時候 很多朋友喔 你會發現在台灣喔 很多情況 把這個情節拿起來的話 就知道 火友宜 比郭台銘佔有太多的優勢 郭台銘的優勢就是 他是一個成功企業家賺很多錢 那有很多年輕人會崇拜 哎呀這個人喔 真會賺錢 我們應該讓他來領導我們 讓大家都有錢賺 會有這種心理 但沒有啊 美國這些人來選最有錢的人是誰 特朗普 特朗普當了總統以後 美國有比較有錢嗎 沒有 好好笑 是不是 很多企業都出走了 很多美國人都流浪街頭當難民啊 你到美國所有大城市都看到一堆難民啊 為什麼 他有錢是他的事啊 他自私自利 他講話不酸話 他沒有成為一個領袖的樣子啊 不是嗎 那民進黨執政他的情況也像 所以我在講火友宜他的優勢 民進黨所有過去所強調的優勢 南部 那種中下階層癱瘓嘛對不對 那火友宜他們家 他們也是小時候小孩中多頭半 火友宜去當警察 就讀警校就這樣 所以他民進黨好的條件他通通有啦 他通通有 那這個抵消了在南部讓國民黨小輸 那中部呢 因為現在國民黨中部 台中盧秀燕 藍頭許淑華 然後彰化王惠美 這都是國民黨很優秀 而且三個都是女性 所以這邊一定會小贏 這邊一定小贏 那北部呢 北部因為南部小輸 北部要大贏 北部會不會大贏 一定大贏 為什麼 因為北部最近才選完這些都很優秀啊 台北市蔣萬安 新北市是侯友宜自己 桃園 張善政 那基隆 對不對 大家看嘛 基隆也是國民黨耶 那謝國良 他們在這裡經營多少年了 那你再往下新竹 新竹洋文科 對不對 所以 北北基陶 這個就是所謂的北部 苗栗也是國民黨的那個藍間在執政啊 那你把這東西林林總統加起來的話 北部國民黨一定可以贏比較多 所以由這個盤來看的話 其實對國民黨相當有利 在各地的縣下 atsächlich 我們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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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間 我們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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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嘲笑 我們下一個 我們下一個